温楼君 不知道你们看《流浪地球2》的第一个泪点是啥 反正我是一看见达叔的脸就绷不住了 好的演员就是能做到 一个镜头就能让观众记一辈子 他们把表演作为终其一生 都要做到极致的事情 用热爱不断延长自己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这群 已经过了退休年龄 还活跃在屏幕上 哪怕戏份只有几分钟 也让人印象深刻的老戏鼓们 注意 本攀店出场不分先后 不进行任何对比拒绝拉踩 每一位老戏鼓都值得我们敬重 李雪介 一个得以双心的人民艺术家 他是唯一一个拿了大满贯的影帝 在电视剧里运业获奖无数 是无数演绎从业者心中的楷模 他年轻时 渴望得过维护社会治安奖 收视率超过90 他的横空出世 让我们看到一代先驱 不肯低头受辱的决心 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 动不动就要欺负你 让你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No 去你妈的 他演的陆迅 仿佛是从博物馆照片里走出来的 他演的秦始皇 宋江 杨善舟 焦玉露 全都深入人心 他2000年查出鼻咽癌 之后的23年一直受化疗后一阵影响 总是听不清 要靠对手演员的口型来接台词 即便如此 他在少帅里的台词仍然坑枪有力 在黑老头里 演一个老年痴呆的小老头 全程三分钟的喝酒没有一句台词 却每一阵都是戏 老爷子没演过科幻片 郭帆导演请他参演 他表示 他一出场就能看到 他所代表的大国格局 他明明身体不好 身带受损 却坚持亲自上阵 又行动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李雪坚说热爱的东西是救他命的 他也用一声骨血演戏 亏亏每一个在镜头前的机会 他一生的两大遗憾 一个是接了唯一一条商业广告 广告词说没有声音就没有好戏 可后来他出演聋哑人 觉得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从此再也不接任何广告 而另一个是没有减肥 陈景 一个生活里很和善 进入角色就气场全开的演员 他演三体 简直就是天选叶文杰 慈祥亲和 偏执疯狂 深藏不露 全都被他拿捏得恰到好处 他在话剧里 取得过卓越成就 近些年在影视剧里 成了妈妈专业户 是知否李小公爷的妈 都听好李苏明玉的妈 关了宋二李赵一生的妈 暗恋菊生怀乃李洛指的妈 有的不可理于气死个人 有的偏见自私 还是气死个人 但每一个妈妈 却都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气质 他在古董局中局 之芥末寻辞里 脆绕诸围 古静无波 却是明镇大江南北的 世家长之人 一个眼神 就让对手乖乖闭嘴 你敢想奶奶85岁 但他平板支撑 一字马打篮球 我投两个臂 祈求我85也能 至少见不如飞好了 吴燕叔 虽然已经是85岁高龄 却依然活跃在剧组 演过去友风的地方 流经岁月 交换人生 四海 新居里 各种人的奶奶 你能从她身上 看到一个女性 如何优雅地老去 最近在去友风的地方 是婚礼必须做 主作的阿奈 一言不合 就对孙子棍棒教育 他年轻实演的刘胡兰 得到过周总理的认可 年迈时 在流经岁月里 也一生养尊楚游的大小姐 看到儿子跳楼后 撕心裂肺 在电影《妈妈》里 他女儿得了 二字海默症 他80多岁 却要照顾60多岁的女儿 我没有给你添麻烦吧 你怎么样 妈妈都爱你 他凭借这个角色得奖 心里想的却是 我当时最大的一个遗憾 就是这个奖 不是西美娟的 因为是她的表演 成就了我的表演 西美娟 就是在电影里演她女儿的人 深刻地表现了一个 生病老人的绝望和恐惧 她在关于唐医生的一切 和谢谢你医生里 只有几个镜头 都非常催泪 她在那年花开月镇园里 是演慈禧 一出场就吸引走了视线 她演反派 把行政剧变成了月娥传 暗含着一种 身不见解的威压 她在天下长河里 饰演老年小庄 一抬眸 便在心中转过千斑算计 经历过的旭 心疯都藏进了不动声色中 只有对着 还不放心的孙子时 才会露出一些情绪 大清的历史 就由他们胡说八道 胡编乱造 一百年两百年以后 人们就会相信 这就是真相 请问 这几个人都是谁 蔡元培 冯友兰 张大千 陈毅 郑小平 马少华老师是历史名人专业户 他演的最多的是孙中山 至少演过十次 看他的戏仿佛在看纪录片 他演得了农民工的心酸无奈 演得了文人默克的敦厚清河 演得了铁血将军的万丈豪秦 他在觉醒年代里 不仅让我们课本里的蔡元培活了过来 还活得可靠 可敬 且非常可爱 你看看我的豆子都掉了 你得陪我豆子拿 从夜四十年 我们记住的是他一个个角色 却很少有人能喊出他的名字 马少华 受到一个角色 要把自己的身心都沉进去 要忘记所有 我才能化他为我 如果马少华是孙中山专业户 那吕中就是太后专业户 在三国演义 大秦帝国之列变 皇太子觅食里都是太后 他演过七次瓷血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 是神探敌人节里的武则天 一代女皇的气势无可比拟 他还是八题版红楼梦贾母的配音 是人间正道士沧桑里的渠妈妈 最近几年也一直在拍戏 尤其是古董局中局里的神佬 让人非常惊艳 当别人喊他老艺术家 他觉得自己受之有愧 不要叫我老艺术家 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经历 要有自己的对艺术事业的观点 对艺术事业的这个成就 去年81岁的他 获得精英的终身成就奖 获奖感言 正如发聩 我们是为人民创作精神财富的 我们这块原地 是为人民创作精神财富的 不是为自己数杯力赚的平台 我们的努力 是为了使我们的国家 从精神这个层面更加繁荣 陈道明从年轻帅到老 像一个混进老戏骨圈的偶像 谁还没为他走得这几步路犯迷糊呢 我真的很好奇 他到底是怎么保养的 他很擅长赋予角色男性魅力 年轻的时候 他有方红剑 康熙 雾为君 八贤王 老了他也魅力四射 总是让人刻到一些不该刻的CP 黄黑皮男神叶锦炎 又撩又克制 让人一边言辞拒绝 一边又觉得好配 还有让人捉摸不定的庆帝 看着天天在躺平 其实深藏不露 这朝里朝外的 有几个不欺君 他现在虽然作品不多 但每次都能给人精神 所以 七语年二能不能圆我一个原版人马的梦 宋春丽 一人切面的宝藏演员 角色差异很大 他在演习攻略里 是老年版缓坏 在重申 是不动声色的楼主任 在巡回检查组里 试验不断上访 为小儿子深渊的苦命老人 最后去发现真正犯罪的人是大儿子 再换一个剧组 他又成了人世间里心有秋贺的岳母 他出场戏份不多 但聊聊几句就能让人感受到他的大智慧 他总是威严大义 剧中若亲 和周比利的每一次对话都让人直呼精彩 宋春丽各种奖项拿到手软 但他却也明白 你大红 下面有请我们本期视频男嘉宾的盲美成员苏大强 女大红的大墙 让这个讨人厌的老头不那么讨人厌了 甚至还抬高了我们苏州金鸡湖的房价 说真的 他是一个让我无法确定他到底多大年纪的人 16年前我看大明王朝1566严格老的时候 觉得他该有80岁了 结果前几天看他在乡村爱情15和狂飙两头跑 又感觉他才60岁 可在点击里的中国看见他 好家伙 这没有110 说不过去了吧 镇定如撒贝宁看见他一台眼 心里都在犯嘀咕 我就那一个眼神 你要接不住 就完了 本能的你就想躲闪 因为那种眼神太有力量 他在战狼里睡皮狠狼 被爆炸物划出一条大口子 还窥然不动 愣是等导演喊咖 才有人发现他受伤了 他善于塑造严肃威严的角色 却又能赋予这些角色可爱之处 在他这里 面谈是个褒语词 面谈也是可以有演技的 同样 表情夸张 也是可以有演技的 有时候 我会看见人说金世杰演技浮夸 但其实这些是符合他那些疯子人设的 他不是科班出身 却在赖深川的话剧 暗恋桃花园中一举成名 女主换了一波又一波 他的男主却一直演了十几年 他在《大约海棠》里的配音 就像神来一笔 让人对灵魄久久难忘 你遇见一个人犯了一个错 你想弥补想还心 到最后才发现你根本无力回天 他在楚桥传 绣春刀 并便不是海棠红 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圣者围网》里 一镜到底的五分钟独白 建议大家去看看这段原片 每一个停队 每一下眨眼明嘴都恰到好处 就好像看的不是电影 而是对一个普通父亲的采访 把父爱诠释得淋漓尽致 有一天就突然带着男方 然后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指着他跟我说 爸你看我找到了 这这个人 我废他不加 我觉得我都能想象得出内容 他比的胜利的时候 是让我跟他妈妈看 那个表情 多骄傲 有本昌 明明出场只有几分钟 却能骗走一堆人眼泪 他对少年歌型剧版忘忧的塑造 远朝动画版 老爷爷已经89岁了 但剧组时身体不太好 但和工作人员对台词的时候 却能精准地指出台词里 不符合德高望中老和尚语言习惯的部分 唤一让人遗憾的就是老爷爷年纪大了 没有参与电视剧后期的配音工作 但他现场收音的台词 仍然啃腔有力 江湖上的恩怨情仇 等你长大了 自会定夺 他在谢谢你一生里 和西美娟饰演一对老夫妻 聊聊几句台词 就让人感受到他们的相亲相爱 对喽 我就是担心你啊 他是少有的 真的能做到 在一张脸上同时出现哭和笑的语言 看到他激功的语言 脑子里就会自动播放 有时指一个镜头 就会被他深深吸引 千言万语都会在他的表演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他这几年还一直在教学生 甚至活跃在B站 给小娃娃们传计快乐 祝所有的娃娃们 身心健康 快乐成长 如意其想 好的 以上就是老戏骨的全部内容 在复盘这些老戏骨时发现 他们的作品 成就 奖项 列出来一个比一个牛 但看他们的访谈会发现 他们有一个比一个谦逊 他们把演戏当成了一辈子的事业 对此怀有深深的敬畏 他们明明已经七老八失 却还奋战在一线 剧组的人对他们都非常敬重 照顾 但他们却一直在坚持用最合适 最真诚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有些人明明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了 却依然事事亲力亲为 正是这样一种态度 让他们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戏啊 却依然能够触动观众的内心 很多时候 我们不一定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记住的都是他们那些经典的角色 近十年 除了黑老头 都挺好 老有所欲 我几乎没有看到有电视剧的老年人为主角 尽管老戏骨们专业能力很强 也很敬业 但可以给他们发挥的地方很少很少 希望以后 可以看到他们能有更多的机会绽放光彩 更希望他们都能升起介绍 长命百岁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